大家好,又是我民生人妻 幾天沒有錄東西,不好意思 為什麼呢?因為我明天有個 全日的比特幣投資班 香港時間收爆了 這個禮拜有很多人問 有什麼?包什麼?報不報? 要回答他們的問題,收了一些新 要教他們有什麼東西,交他們入會 還有會賣錢包給他們 就搞了我很多時間 還有我這個禮拜前兩天 有一個有鬼妹在私人 就預約了我全日的 有些人不喜歡上小班 她覺得四個人也是太多 她喜歡一對一的,給多些錢 照顧得好些 因為她的人比較有私隱 這樣 所以我有一天就 全日就 朝九晚五 跟這個客人訓練 之後晚上又有客人 我就很快就 這個禮拜就突然 就過了 這樣 如果你還是想報 今天內還可以報 因為我明天晚上才上中文班 廣東話班 如果你錯過了 就28日會有一個英文班 你也可以上的 這樣 還有沒有廣東話班 我就不知道了 看看是怎樣 這樣 總之這組戲得從有從食 這樣 好 今集說什麼呢? 話說我昨晚就去了 有教班 就在 這個叫Lingway Learning Melbourne 就是一個 非牟利公司機構 這間公司 裡面的人都是義工 每天或者每個禮拜都會開些班 那些班都很奇怪 古年精怪的 什麼都有的 那 很便宜的 因為 好像那些工 不是工業金 那個叫什麼呢? 工奴會 工聯會 這類東西來的 便宜的 介紹一下 那我昨天就 開了這個班 那我就想 不如我用昨天 弄了那些slice 就做一條片 就講中文 這樣 給大家看看 那 我看一下 這條片可能 如果腸腸地 我就分幾次錄 或者我閃過 這樣 那我都是 目的呢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 掌揚多些知識的 那 例如昨天 那班裡面的同學 這樣 他們進來的時候 我都問問他們 你們是想學什麼 為什麼會吸引你進來 那 很多都是 就是聽就聽過了 啊比特幣 有些人自負 但是總是很多恐懼 很多 因為不懂什麼 新的東西 那 想來學一下 那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你們 起碼很有心 上一下這些 intro班 先 試一下自己 知不知道 喜不喜歡 才去想 要不要去報名 上幾萬元的課程 這樣 真的去支付 或者行動 那我就希望這條片 當然最好 你join 就最好啦 就join整個program 整個特訓 就很清楚 很細緻的 因為畢竟我現在這個intro班 沒有辦法 不可以很深入 因為 其實我昨天我老公 在看 他有feedback 他跟我說 其實我昨天說得很深 他說其實有 可以 因為我要看 因為我知道昨天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學生 他本身是financial advisor 來的 他真的是做財務顧問的 所以我知道他是完全認識 他長目顧問 他的工作 所以我可能就看著他 就覺得 我又不想給一些太淺的東西去聽 那我就可能不小心說 就深了一點 那我老公說 有兩個人 就很明顯是完全是BB班 初得很重要的 那就是有一點是 什麼來的 那所以呢 大家留言告訴我 我試一下 我這次有試用中文講 這個班 那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 很深啊 太淺啊 不知道媽媽 女人什麼 還是 你說這些完全是火新聞 那留言告訴我 好嗎 好 那我們就來囉 去片 那首先呢 就是當然 我怎麼知道要打頭盔的 沒辦法 因為by law 我是不可以 不可以給財務建議你們的 那所以這一段片 是娛樂性 但是很搞笑 那其實後來我跟了那個 財政事務官 就是昨天有份出席的那個學生 那學員 他就跟我說 原來他的工作 但是他辭了工的 因為他 他先生 有生癌症 那樣他就想照顧他老公 那樣 所以他就想來學 反而他想來學一下 怎樣去投資比特幣 那樣 那他跟我說呢 原來他做事的時候呢 他是不可以建議比特幣的 那我想 喂 你這間公司 他就打工的 那間公司 收人家很多錢 我不知道其他 但是他這間公司呢 就收人家大約6千元一年的 澳幣 6千元一年 然後就給一些建議 那樣 但是他那些建議呢 原來他公司的產品 或者他公司有份 就是收廣告費 那類的產品的嘛 那我就想 蛤? 為什麼要給6千元 然後買廣告呢 然後他還不給你 不給你銷售蜜蜜 那我說 喂 你現在銷售你公司那些產品 你銷售給你的客人 你是財務顧問來的 你給別人財務顧問完 別人賺 當然有賺錢 你也是要說的 那平均都是10% 20% 因為他們喜歡蜜蜜蜜 那他們的策略就是 要30年 然後每月工 或者每年工款 每人不同 對吧 就是每月工款 每年工款 或者怎樣怎樣 然後滾30年 你就會有200萬 那200萬就是澳幣 200萬就是千多萬 香港錢 那你就可以退休了 那這個好像 是不是上一世紀的方法來的 現在好像不行了 如果你 你不跟別人說 有一件事叫比特幣 或者加密貨幣 是有機會升十倍的 短時間內升十倍 就是不用30年 你不告訴別人有這個選擇 就是至少你告訴別人有這個選擇 是的 有風險的 一定有的 我這個課就是跟你做評估 你對不對 你先對不對 有些人是不對的 不對我就叫你不要投資 至少你先學了 你學了 決定不投資 起碼你有選擇 你有權 你有權 你有能力 但是如果你的客人 給6000元一年 就是我的費用 是6000元一塊 我就不會連連收你了 我只是一次的 那 不知道 我覺得你是不是剝奪了別人 有機會賺10倍 你怎知道別人的風險 是不是很高 就好像我這樣 我現在風險很高的了 我現在就差不多了 有免費之後 我用我的策略 那所以我才可以升得這麼快 我的身家可以翻幾倍 很容易翻幾倍 就是因為我肯去博 因為我評估了 我學了怎樣 Anyway 已經不小心 7分鐘 我還沒開始說 我覺得我應該要講10個視頻 看看如何 好 那來 如果真的想報我的課 那 sorry 這是中文 英文 明天的課也是這樣 就是講 會朝個晚上五 香港時間 英文就是28日 中文就是明天20日 那就會說 會幫你去 唐石明 會逼你們 和我是V1 我是比較心心靈方法的 那首先就要是 搞了你的心理 你要首先相信自己 有機會自負先 要將你那個 本身舊有 為什麼 為什麼你現在不發達 如果你知道怎樣發達 你就發了 或者你知道怎樣發達 要懂得做 行動做到的 你發了 是不是 那個原因就是 你還沒發達的話 就是因為 你有些事 有些事 有個策略做得不對 還沒得 這樣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怎麼知道你可以 還是不行呢 是不是 那就是要去學咯 去試咯 為什麼不行呢 就是因為你的潛意識 有個program 是幫你 stay起你這個level 你明白嗎 就是你的潛意識 就是一個打工仔 我也是沒有出息的 窮的打工仔 我也是 哎 哎 不辛苦被世間財 哎 錢沒有掉下來的 哎 有錢人都是壞的 賤的了 哎 無姦不傷的 哎 如果我有錢就很欠家產的 我最好就不要有錢 哎 如果有錢就麻煩的了 我的uncle會來借錢的 因為我見過這些uncle來借錢 來我媽 借錢煩著我媽 所以我現在就要窮了 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呢 是潛意識來的 你是不會知道的 是不是 但是這些潛意識 就會幫你 run 了你的program 就會幫你呢 不會開咯 你不打開咯 所以呢 一開始要幫你清晰這些東西先 要幫你 首先你要信 你是有能力賺錢的 你的夢是可以很大的 你的夢不只是打工 接著結婚生仔 接著供樓 接著供那個 退休金 接著65歲退休 退休是用很少的錢來退休 即是給一點水果金 不是啦 這個不是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應該是很精彩 很有意義 很有價值的 而是 我們只是 我們暫時原來 我們被人騙了 我們的教育制度呢 是教我們出來做員工的 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清掉這些東西 好了清完之後 那你就可以去接收以下這些信息了 就是例如 比特幣的價錢的預料 就是語言 那有很多批系 所以呢 就是有人就說10萬 有人就說20萬 有人說30萬 有人說50萬都有 但你怎麼知道哪個頂 哪個是哪個準呢 這樣 因為每個人他講出來的語言 是有些附帶條件的 例如 例如有一個說 他覺得會50萬 這個周期 即是一年來 會升到50萬的 但他說 條件就是 要有幾間大大大大大的國際銀行 倒閉 接著 那些人 牛底 就去銀行拿錢 怎知發現銀行擠提 怎知發現銀行其實是沒有錢的 在歐洲呢 原來已經 今年發現有幾間銀行呢 是零 零 零現金 就是這樣 你放10萬到銀行裡 你以為你是10萬放在銀行裡 保管住 不是 其實是你 願意把10萬投資在這間銀行裡 那銀行呢 就會幫你拿你的10萬出去 借10倍出去 就會借成100萬出去 給其他人供樓 然後呢 他給你的籌報呢 你的return呢 就是0.1% 1% 1% 2% 我不知道 你的銀行總之少到爆炸了 那樣 就是10萬元可能你收回200元一個月 我不知道 總之低到爆 總之這樣 所以呢 你擺錢到銀行不是他幫你保管 是你借錢給銀行 銀行再借錢給人 大耳孔 然後給你一點點利息 這樣解釋 那這些你會學 當然如果有人發現 原來銀行是這麼欺騙我們 然後發現你去拿錢出來 就發現原來現在銀行有很多限制的 你要拿錢 你要過數 是很多事情 我前天這樣 我給了 我上網買了一些東西 650元美金 那樣 因為美金 還有那間公司是加拿大的 我說我人在澳洲 然後呢 馬上就被剪卡 然後我的卡公司馬上打來 然後又電郵我 然後說你什麼事 然後我要回答他 說這個是我買的東西 他說650元很少錢的 你這樣也要檢查我 如果我真的買6000元的東西 經常都有的 這樣 唉 我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管我的錢 好了 anyway 那就會 所以你要自己去想你的風險評估 例如我上個禮拜 不是 今個禮拜 禮拜三 禮拜三 今天禮拜五 我的時間已經不知去哪 禮拜三 那個客人 他很有錢 所以他才肯給我一萬元 一對一 澳幣 他這個課堂是 六萬元港幣的 他自己 我教同一件事 告訴你 但你放心 你小組不用太貴 是 然後 他在那裡錢 但是 當他 我跟他說了 一個比特幣 現在是 六萬元 五、六萬元美金 一粒 澳幣七萬元一粒 然後他立刻 扭底 然後他立刻說 我可不可以不上課 我不玩 然後 當然我現在要支持他 我要幫他拆除恐懼 然後我慢慢和他拆解 拆解 然後才發現 原來他 有他不同 他內心有個block 我們拆了 然後拆了 清了 清完之後 我叫他 我們不如放個break 因為他當時很害怕 有很多恐懼 然後放個break 然後他下去放狗 吃東西 回來之後 我們幫他做個靜心練習 清了 清了之後 他覺得 原來很枯糕 他之前那個恐懼 他自己說的 我之前那個恐懼很枯糕 我差點就錯過了這個機會 原來我對他來說是很正確的 但是 這個信念 是阻止他發達 清了之後 我上完整個課後 他完全變了 他覺得完全變了 所以我們心裡的恐懼 其實是很真的 我們要面對恐懼 我們是阻止自己發達的敵人 我就是自己了 好 然後我們就會教你的分難location 其中一個恐懼就是 有些人覺得 我是不是要曬爛 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不是一定要 例如我身家只有十萬的 這十萬是我儲得很辛苦 先儲回來的 就會覺得 如果我沒有那十萬 我就會扭底 誰叫你放十萬下去呢? 沒有人叫你曬爛的嘛 所以就是要你風險評估了 然後我們和你做練習 有練習的一步一步 去和你砌 你自己心裡 認為舒服安心的錢 是每個人不同的 很多人問我 我現在有一千元了 擺不擺下去好啊 或者我現在有二千元 我不可以這樣回答你的 因為我怎知道你的 有些人一千元是如同垃圾的 沒所謂啊 我預了輸過 一千元沒有什麼 但有些人一千元是他的家當來的嘛 我不可以這樣說 是呀不是呀 對於我來講 一千元是沒有什麼的 對於我來講 我是一千元可以買一些很無聊的 就是那個狗狗coin 我沒有買到 意思是這樣 我是可以一千元拿去買狗狗coin 預料是沒有了 跌了到鹹水海的 但是這個是我的 因為我的經驗 所以我現在有這個 這麼大膽 但我一開始也不是 六年前我是 驚驚戰戰兢兢的 我也是的 所以我很明白 是對的 是應該的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浪費 反而我不會收你這個學生 因為你不夠負責任 反而就是你負責任 你覺得你的辛苦錢 不應該亂訂 你這麼辛苦工作 或者你有老婆子女 或者你有家當 或者你有爸媽的樣子 你不可以亂用你的錢的嘛 所以你就要去交換 你到底可以付多少錢 那接著好了 知道了 你有個預算 就是例如預算 這個可以叫做預算 例如說 我決定用十萬元 或者用五十萬 或者用五百萬 什麼都好了 你的數字 那什麼時候買呢 很多人就問我了 現在行不行 我現在走了保未 現在不是太遲 現在浴入行不行 是不是還會跌一跌 會跌到多少 我是不是等它跌了 你知道嗎 這些問題呢 為什麼會有呢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沒有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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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那些圖 怎麼看周期 怎麼看它的長遠 所以你就會每天在這裡 今天行不行 今天行不行 這樣 這樣 例如它升高了 賣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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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現在我的學生是會問這個問題的了 他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們跟它計劃了 你入場之前 已經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入場 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不要入 就是說 有些人就說 我想賺錢而已 你想賺多少 你要多久賺 完全不知道 然後呢 有些人就會入了 入了之後 就會 例如明天升一升 或者會跌跌的 跌一跌有些人會蝕賣的 我知道有些人蝕賣的 又跌了 不玩了 嚇死我這樣 蝕賣 有些人可能會很幸運 買完之後就馬上升 然後就馬上放了 賺了 快點放 就是因為你沒有這個計劃 很重要的 這個計劃 是可以蝕很多錢 或者可以賺少很多錢的 這樣 就因為我以前沒有這個計劃 所以我本來整層樓可以 現金金 整層樓買完 我之前可以 就是因為我不認識 那我就 白白錯過了 我都有買到樓的 但是就要 要供樓 變成我只購買首期了 因為它跌下來 我又不懂得看 然後 現在回想起 其實也是做錯的 我後來跟師傅學完 我才懂 我現在就會把這些 我學到的所有東西 明天全日都教給你們 例如 風險 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很多人就說 風險很大 是啊 對的 但是風險大 是不是因為風險大了就會阻礙呢 首先風險大和小也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 深風靈界 就是 這個是空性的 或者佛教也會這樣說 我們是空性的 每件事是空性的 是你自己 加著好與壞 good and bad right and wrong 你自己加下去的 是不是 就是 杯半杯水 杯半杯妹那個 你自己給它意義去的 是不是 所以 風險大和小 是 你的價值觀 是不是 所以呢 你 例如 你明天都可以被巴士撞死 所以說過 或者明天你可以被人解僱 你知道什麼事嗎 或者明天可以有疫情爆發第三波 接著 疫苗又不知失敗了 接著 再鎖下 接著 你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 風險是什麼都有 你 如果你不做運動的 你明天都可以生命死 對不對 或者你做太德運動的 你喝不夠水 你可以 你不知道 什麼都有風險 我們人就是有風險 這叫挑戰 是不是 所以呢 但是的確是有風險的 而有些風險 是白癡的 不是白癡 低級錯誤 就是說你學了 你不應該 被騙的 是的 有些東西叫common sense 就是那些什麼 保虐黨 什麼什麼 祈福黨 那些什麼 你 既然有common sense 你就不會被祈福黨 但是 又的確 這個世界實在太多人騙子 是不是 不只是crypto 界的 騙子 周圍都有 打電話騙子 喂 你兒子啊 表了心啊 那些什麼 都還有很多人想當我 所以我明天就會教你們全部 怎樣可以 不會被騙錢 我這個 course 就 未必會 賺到盡 但是 我的目標 是你起碼一定會賺 這個是我自己的 standard 至少我要你先賺 最少你就先賺我學費 最少學費 最少先雙倍 回來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 如果不然我過不去 我覺得我收到你的錢 就是能量交換來的 這個錢是用來給你去清理這個 mindset 這個學費是用來給你告訴你 你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學費很便宜 是會不在乎的 因為我以前試過 有些免費的課程 我就不上了 或者有些很便宜的 10元、20元、100元、1000元 我覺得很便宜 我買完那些 online course 放在那裡不上了 沒有上到的 那 就像上個星期 其中有一個心心靈的 愛國的鬼妹來的 心心靈錢的一個靈性導師 其實我想加入她 course 很久了 但我知道她有六千元 美金六千元的 其實我想加入的 但我現在其實沒有空再加入 我不是沒有錢 然後她很好的 她不知為何 做了一個二十元的 其實都是掘進去的 二十元 然後我就買了二十元 沒有看 價錢便宜 但如果我現在買了六千元 我現在立刻三天不做事學的 不要開玩笑 所以這個學費是用來能量交換的 讓你的潛意識知道 宇宙知道 你準備好了 然後會十倍給你 這個是你下訂單的方法 OK 好了 那我這個方法就是 你不會賺到最盡最盡的 因為你賺到最盡 可能是討論 你要短炒 這裡買這裡買這裡買 可能會賺到最盡 但是你會用很多時間 你要學 那我覺得 我就不想這樣 我的方法就是 很簡單 很容易 一定會賺 但可能你賺得最盡 但起碼兩三倍都走不掉了 比股票好 我自己覺得 我看股票不是很厲害的 那我覺得我看股票也有賺的 但是我覺得少了 就是幾十百分 就是最多一倍 我覺得不夠 就是比特幣 我現在已經賺到幾十倍了 其實這麼多年來講 那 但主要就是 不要虧錢先 你起碼不要虧錢 或者 你上完這個課 你決定 我還是不投資 或者我先等下一個週期 現在不夠錢 或者現在有些 手頭上手緊 你學了先 起碼 你不會被人騙 不會被人騙 你都是等於省了錢的 就是這樣 好 然後會教你 怎樣買 怎樣賣 怎樣儲存 然後我會有本小書仔 告訴你 一些銀包 電子錢包 那些分類 哪樣好哪樣不好 我這些我完全不羞勇的 我這個課 就是我收了學費 就是學費的 我就不會 又收勇 然後又 Upsell 然後又黑sell 然後又叫你夾錢 我不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是一個 好像讀書那樣的 就是學了些東西 這樣 會有支持的 三個月內 我就會 我們會在群組 然後互相幫助 那 我應該想想想 看看大家怎樣 如果大家有很多問題 那我就搞些Q&A 在我群裏搞些Q&A 回答你的問題 這樣 這個是因為 是說交稅的 taxation 因為 我們澳洲稅很重的 那如果 如果你不認識的話 你可以交一半稅的 然後有些就會交三分一的稅 30% 有些50% 那有些人是17% 怎樣可以交最少的稅呢 這樣 那這個就會是 有些書仔都會告訴你 那香港的 你們就 譬如說 幸運 暫時好像不太太擔心 這件事 然後呢 我有幾個不同的模特兒 是幫你自己去想 你怎樣可以 財務自由 是用你的方法 一年 兩年 五年 十年 八年 多少錢 可以多久 才做到 有好幾個不同的模特兒 這樣 因為呢 賺錢是有幾十八千萬的方法去賺錢的 而要 問題就是 你去 怎樣找這個方法 這樣 這樣呢 找一個適合你自己 你覺得舒服的 你覺得可行的 而你覺得你的信念系統是支持到的 你不會自己去搞彎自己的 的一個方法 這樣 我會有幾個方法 然後就打計算了 我們有信項就算了 然後呢 就會教你了 然後玩完比特幣之後 你就會發現 比特幣以外呢 有八千種不同的加密貨幣 這樣呢 我可以告訴你 90%都是騙人的 不是騙人的 都應該一般的 就是股票這樣 其實現在你看到S&P 500 其實是S&P 6 就是頭六個 最大的那六個是最多錢 然後其實 只有那四百四十個 都是 其實是虧錢 或者一般的 或者這樣 我會教你 怎樣看 怎樣研究 因為我不會給你一個號碼 我不會告訴你 給你一條魚吃 然後 下一季呢 下一年呢 一路都有 陳速不窮 你怎麼知道 我教你怎樣看 你自己去找 然後你就可以用到老了 這個方法 然後 這個呢 我不知道是否有時間教到 沒有講 我可能分開一個班的 在群組裡面 那就教你 很多人為什麼不懂得去行動呢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用我們的貨幣 就是你港幣也好 澳幣也好 美金也好 用你當地的貨幣去想錢 那你就覺得 不覺得那些東西很貴 其實牛奶啊什麼都 其實少少貴了 我的公仔麵 我記得 我來澳洲的時候 65P的公仔麵 現在一個多 我來澳洲都是10 08年到現在 14年了 13年 13年左右 13年 公仔麵升了一倍多 但是呢 人工沒有升到一倍多 現在的人工都是差不多 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用我們的錢去量度 你就不會發現自己 其實是溫水煮蛙 那你原來的錢是不斷地少 不斷地少 而當你把你的network 你的資產價值 換到別的asset class 你會發現 原來很不值得 然後就是網上保安 因為第一 那些人最容易沒有錢的就是 不見密碼 忘記文包 那些東西 那會教你怎樣 那當然會有些書仔 template 會給你 還有可以錄音 很多人說 他上不完 即個晚上五就上不到 你放心 會有錄影的 因為呢 你要重看 還有三個月內 如果早了解 你今天還報過的話 三個月內 所有的 我的所有班 即是extra 的班 你都可以照上的 不會再加錢的 總之你給了我就會 那這個課呢 等等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原來 那不如 我開個新的影片 不好意思 原來 吹冷了半個小時 這樣 那我再開個新影片 那 好 喜歡的 like subscribe 留言 那我還在錄的 想報名的 就E-mail我 我是lawinab.gmail.com 那你就報名了 是要學費的 學費是五位數字的 告訴你 這樣 那好吧 拜拜 祝